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来到长春新区 就企业生产运行 科技创新和十四五规划编制等工作进行调研 他讲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始终劳纪总书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尊专教会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着力推动自主创新 以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强有力支撑 巴音潮鲁十分关心科技型小巨人企业发展 他先后来到长春海普润斯科技有限公司 和长春盛号电子有限公司 深入车间一线 认真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当得知两家企业有效集聚青年创新人才 发展势头强劲 特别是克服疫情影响 今年各项经营指标逆势上扬时 巴音潮鲁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 科技型小巨人企业活力强 潜力足 成长快 效益好 贡献大 要发挥好中小企业小老虎的独特作用 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 市场意识 积极投身 创新创业创造实践 正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 专 精 特的优势 进一步抓好精准精细服务 强化各类要素保障 助推科技成果率先在本地转化 吉林省兰浦号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医疗器械及化妆品 目前企业产能规模达到1.4亿元 在包装和净化车间 白银潮鲁和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 询问企业还有哪些困难 得知企业积极整合我省丰富的药材资源 加快推动化妆品加工产业回归吉林时 白银潮鲁十分高兴 他叮嘱企业要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 进一步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推动企业高端化发展 为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 做出积极贡献 调研结束后 白银潮鲁主治召开座谈会 认真听取部分企业代表 和长春新区负责人发言 他指出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 只有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才能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 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吉林视察指导工作 对我省充分发挥优势 提升创新能力 提出明确要求 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把科技创新 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坚定不移 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最大限度 释放创新创造潜能 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提供强有力支撑 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 部局产业链 加快培育发展节能环保 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新能源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中 占得先机 要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 加强与科研机构 高校院所合作 加快科研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使科技创新 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加快推动 科技型小巨人企业发展 进一步后执成长土壤 激发发展活力 在不断做强 顶天立地大企业的同时 下大力气 把中小企业专业做强 特色作优 产品做精 促进科技型小巨人 遍地开花 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带着感情 带着责任 做好服务企业 创新发展的各项工作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 落实各项扶持政策 着力推动科技 产业 金融 人才协同发展 大力营造崇尚创新 敢于创新 善于创新的浓厚氛围 努力形成国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胡佳福 王凯 安利嘉参加调研 昨天 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命名 继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 在北京召开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景俊海 省委常委 长春市委书记王凯参加会议 省委副书记高广斌 省委常委 省军区司令员刘伟 在省政府分会场参加会议 长春市 吉林市 四平市 通化市 白山市 白城市 梅河口市 柳河县 长白县 陶南市 严吉市 敦化市 浑春市13个市县 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吉林市丰满区江南街道长江社区 被表彰为全国爱国雍军模范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96035部队 被评为全国雍正爱民模范单位 吉林省白山方大集团党委书记宁凤莲 严吉市北山街道单英社区党委书记王淑青 被评为全国爱国雍军模范 近年来 全省广大军民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双拥工作的重要指示 在营造双拥工作氛围 支持部队战备训练解决官兵后顾之忧 提升优负对象保障水平 推进社会化佣军发展 维护边境地区和谐稳定 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等方面 成效显著 在全社会形成了关心双拥 热爱军队服务人民的浓厚社会氛围 作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 要加倍做好退役军人 现役军人的服务保障工作 为现役的军人免去后顾之忧 对于调动吉林省广大军民群众 支援军队建设 支援国防建设 实现强军梦 前果梦具有重要意义 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学习 齐平总书记 关于双运工作中央论述 认真贯车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一系列部署 把双运工作继续做好 今天上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 400公里每小时 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 在中车常客股份公司下线 此次下线的列车设计运营速度 可达400公里每小时 其自动变轨技术的应用 则为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 实现跨国互联互通高速运营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主要是提高了跨国互联互通 不同轨距之间的自动换轨效率 以往跨国互联互通 在更换转下的过程中 需要2到3个小时 而现在我们以15公里的速度 就能自动完成变轨 就是在不同轨距的形式上继续运行 汪雷介绍 列车能够在正负50度的 温度条件下运营可以满足 不同牵引供电制式和铁路运输标准 在覆盖全球90%的铁路网上 实现互联互通 我们速度提高之后 比如说空气阻力是层三次方的增长 所以说在空气阻力方面 我们采用主动降噪和被动降噪技术 实现了400公里运行时 跟350公里运行时的造成水平是相当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车是皆能绿色和毛的 据了解五年来 中车常客公司相继完成 时速350公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京章高铁智能高速动车组 美国波士顿地铁等99个新产品的研发 既满足了我国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发展需求 也引领全球轨道交通装备的发展方向 十月的吉林大地金色铺展万里道乡 我省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优质水稻产量连年增加 今天的主播带您看秋收 我们就去永极县万昌镇张泉家庭农场看一看 今年水稻的收成怎么样 到花香里收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这里是永极县万昌镇张泉家庭农场 5400亩绿色水稻种植基地 那么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秋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 在我的身旁就是一台大型水稻联合收割机 它也正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 当地农场的负责人告诉我 今年秋季的雨水非常的多 让农田地块含水量非常的高 所以今年在秋收的设备上 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具体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以前我们开的是小型的收割机 碰着泥挖地板 铝带就炫进去了 现在换了三个八 这个铝带可以生起来 碰着泥挖地板可以生起来 另外它还有个平衡装置 所以隔起来挺舒服的 这样比一个小坦克吧 得力的新设备让张全家庭农场的秋收工作 事半功倍 据我们了解到这样一台水稻收货机 市场价格大概是30万元左右 但是国家的农机补贴就能达到5万多元 算上省下的人工和时间 两三年就能回本 我们在给自己农场收割结果之后呢 会去对其他的农户 包括进行主体会进行收割 然后这个收割的话 大概能收个几千亩这样 干好自己的再帮别人干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这也是我们一个额外的一个收入了 作为农场的小当家人 张楠楠可是这附近的名人 5年前他大学毕业 选择回乡种田 作为一名新农人 张楠楠告诉我们 全程农业机械化呀 只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的智慧农业 已经开始融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 就在更立旁我们不时能够看到小型的气象站 实时监测着稻田的小气候 每个一段呢 还有视频监控系统 24小时运转监控着稻田的生长状况 田津地头这些看得见的变化背后 是一整套看不见的现代化种植生产体系 为稻米的提质文产保驾护航 可能每个品种平均算下来的话 16000到17000斤每公顷 那跟去年相比是多了吗 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对 我们今年应该是属于是一个丰收年 那除了品种好 我们还采用了哪些技术呢 保障我们的丰收 今年我们第一是种的枣 第二的话 在整体的一个管控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采用了就是科学的一个管理方法 就是通过一些机械呀 或者是测就是测算 然后看它什么时候是需要我们去施肥 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来收割 在农业生产中打好科技组合拳 张楠呢 在藏凉鱼记上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那么藏凉鱼地上 他也同样不敢马虎 今年呢 他一边忙着秋收 一边还为明年的农业生产打好基础 这一路走来我观察到了 这边和这边不太一样 收完了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我们那边呢 是结杆还没有处理 然后你看这边它黑色的 是我们把整体所有的水稻的这个 就是我们农村说叫稻草 把这个稻草都给它卷到 就是翻到这个地里 那这样做好处是什么 这个结杆它经过这一冬天的这一个腐化 它就会变成一个养料 为我们明年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把这个结杆焚烧掉 取之自然 还于自然 对是 然后让大自然更关照我们的黑土地 让我们粮食这个产量和质量都往上蹭蹭的涨 对 我们现在也就是在做保护黑土地 保护我们土地中大熊猫的这件事 微风不过 稻浪翻涌 田愁之景 落野生香 今年张全家庭农场 只是吉林省水稻生产的一个缩影 那么我们吉林省今年的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了1200多万亩 绿色有机水稻也是越来越多 一波波金色稻浪犹如生花妙笔 在白山松水间汇出一幅绚烂的画卷 现如今越来越多有文化 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 让我们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而且这碗里装的还是高品质的军粮 今年我们吉林水稻又是一个丰收年 作为欠发达地区 产业结构不优 一直是制约龙井发展的难题 在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教育实践活动中 龙井市主动打破传统思路 以思想破冰走出产业发展新路 龙井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现实 过去一直把农业产业作为车头 但受制于规模不大 品牌效应不强 农业产业对势力经济的拉动效果 始终不明显 我们邻近的位置还比较好 离延迹近 再加上在边境有独特的民俗风情 边境旅游等等 但以前旅游没形成规模 那么这几年我们就通过遗产的带动 完了辐射到旅游 也辐射到扶贫领域 农业产业化领域 摸准了制约发展的争结 龙井市制定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思路 推动了皮岩山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项目 皮岩山项目总投资10亿元 去年接待游客人数达120万人次 在这种优势作用下 龙井创新实施旅游家 生态家 扶贫家模式 通过租赁形式 与吉林省中百文化旅游投资公司合作 建设了皮岩山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新建21栋大棚 种植水果作物 开发松鼠谷 蝴蝶谷等特色大棚 不仅带动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还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 项目不仅是在龙井市 在全轴起着一个带动作用 拉动作用 辐射作用 这个现在非常明显 今年这个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以后 我们有一个先对机遇吧 我们应该在打破原来的传统示威 然后在更宽的思路上 模化工作 推进工作 我们注重在农业产业和龙头企业的发展基础上 我们在结合 旅游 扶贫 这个方面我们在延伸 厘清发展思路的同时 龙井市还加强自身服务能力建设 年初疫情发生后 许多企业面临资金周转 用工保障等方面的困难 沿边帕西菲克服饰公司的业务 就曾一度无法开展 为了寻求生路 企业决定转产防疫物资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为企业开辟了绿色通道 办理生产备案和生产许可 帮助企业在最短时间内 实现转产 我们原来是在青岛的一个公司 然后我返乡穿业回到我们延辩这边来去做 结果现在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拿到这些医疗器械证 在青岛 我所有的企业的企业的伙伴们都非常的羡慕 他们也都是要求积极的说希望能够让我联络 这个龙井市政府这边以后希望能够到龙井市来投资 投资者还看政府的信誉 那么这几年尽管做到了 但是今年以来的这么快的速度 这么快的抓落实可能很少 很少 这个跟我们解放事项 大讨论也有关系 非常有紧密的关系 发展思路清晰 服务意识超前 这让龙井的发展有了充足后进 今年龙井市落地了总投资50亿元的 大健康示范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位于延吉市和龙井市的交汇处 对未来龙井市的城市扩容将起到关键作用 这不单纯是一个产业 就龙井下一步的扩容 城市扩容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 多方来的就是一个积极地 我们充分认识到 解放事项不是关航考后 一定要敢于打破传统 敢于在思想上破冰 用解放思想实现产业发展的转型生机 为龙井的高质量发展 全方位发展的振添力量 长春师范大学 连续多年积极采购扶贫产品 帮助寿邦福地区打造特色品牌 截至目前已累计购买各类扶贫产品 超过200万元 午餐时间 长春师范大学食堂 人头攒动 所有窗口都摆出了精心准备的美食 而这些食材不少是学校定点帮扶村 松原市长领县五出村出产的产品 建立了一种长期合作机制 咱们能采取能采精彩的原则 什么炸粮啊 然后还有大米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 它除了这些炸粮啊 质量都非常好 然后擦出一些粥啊 做出一些饭呢 就是这个口感也特别好 受到了学生和这个老师 广泛的这个好评 2018年起 长春师范大学发放给教职工的福利 都是五出村打造的系列特色农产品 包括大米 小米 小冰麦等 除了集中购买外 长春师范大学还借助新媒体平台 向全校师生展示 推荐来自贫困地区的产品 并为他们提供便利化 常态化 规范化的交易平台 目前 仅教职工购买肉类 鸡蛋 小米 年豆包等扶贫农副产品 就接近十万元 我长期以来呢 就一直用咱们扶贫产品 包括那个白面啦 大米啦 豆包啦 还有猪肉等等 口感啦 口碑啊 都非常好 它也都是无公害的那种产品 我们在家里用呢 就特别那种感觉舒心也放心 我们会再进一步的细化 我们现在宣传的不仅仅是 我们学校帮扶出这个五出村产品 工会呢 就是搭建一个平台 把全省的扶贫村的产品 都推介给全校的教职工 为教职工谋福利的同时 也为脱贫工业助力 近日 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的 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组织吉林大米网 吉林大米福建运营中心 吉林大米西部运营中心 共同参展 吉林省98家粮油企业集体亮相 为持续提升吉林粮食的品牌影响力 本次粮交会 吉林省不仅带去近600款 优质粮油产品参展 更着重推荐吉林粮食的黄金名片 吉林鲜石玉米 举办吉林大米 吉林鲜石玉米品牌展示 即产销对接推荐会 面向安徽 河北 湖南等省 展开宣传推荐 此外 我省有16家企业 参加了全国贫困地区 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活动 今天上午的一场降雨 让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 这股冷空气之后 我省将大范围进入 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天 受冷温影响 21号凌晨之夜间 我省自西向东 出现一次降水过程 四平市从早上5点开始 出现小到中雨过程 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以上 而在东南部山区 辉南县降雨 一直将持续到晚上18点左右 降水过后 气温明显下降 最低气温 预计将出现在22号凌晨 为零下4摄氏度 局部地区路面 可能出现结冰情况 省气象部门预计 今天夜间 我省东部山区个别地方 将转为瑜伽雪或雪 降水过后 气温明显下降 全省大部累计降温幅度 为8到12摄氏度 预计最低气温 将出现在23号或24号早晨 全省大部 为零下2到零下4摄氏度 东部山区部分地方 可达零下6摄氏度 提醒各地根据天气情况 合理安排秋收工作 10月21号 省国资委与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 长期合作的原则 在国资国企理论研究 国资国企改革咨询服务 改革经验总结与寻传 人才与干部交流 人才培养与培训等方面 开展全面合作 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 战略合作关系 今天2020年度 长春市双创州系列活动之一 吉林省中小企业 新四版挂牌投融资峰会 在长春举行 来自国内的300多位 经济学家 金融专家 中小企业代表参会 运货专家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 详细解读了 全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并围绕当前地区经济形势 企业融资平台建设 新四版挂牌条件 及相关优惠政策等情况 做了深度分析 活动现场 国内知名投资机构 还与我省中小企业 面对面 开展了项目对接洽谈 10月18号 敦白客运专线 三标项目部的 新兴隧道顺利贯通 这标志着 敦白客专铁路线 所有隧道全部贯通 敦白高铁全线 共有隧道10座 其中敦化段7座 且各隧道地质复杂 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 全长3025米的新兴隧道 为单栋双线隧道 也是10座隧道中 第二长的隧道 针对隧道地质复杂 超乎想象的情况 为了如期履约 项目部购置了 施喷机械手 使用机械喷浆 取代人工喷浆 提升施工效率 同时项目部 进一步优化施工工艺 狠抓工序衔接 安全质量 确保工程零事故 我们将继续发扬 特别能占到的铁金精神 攻击客栏 确保安全质量 为建设大美顿白高铁 做出更大贡献 今天下午 白城市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投入运营 此次投运的15辆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由一气解放设计制造 氢燃料电池汽车 不同于纯电动汽车 其车身载着储氢瓶 运行时通过氢氧离子的 化学反应发电 为车辆提供动力 车辆在启动 行驶过程中噪音很小 行驶过程中 唯一的排放物是水 氢能公交车的 正式投运 是白城市 与一气解放 在氢能源领域 合作的成果 标志着 中国北方轻谷建设 取得新的进展 目前 白城市氢能产业 已经进入实操阶段 30万千瓦风光至氢项目 进入申报 新能源至氢加氢 一体化项目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翘庄市加氢站 已开始投运 未来 白城市将牵头打造 全省氢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 建设占地1.2万亩的 氢能产业园区 加快建成中国北方氢谷 下面来看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10月20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0月20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10月20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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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